玉龍和金九都處於連敗低潮 這場碰頭都想拿對手開刀直敗 玉龍這邊 難摸呂正如展現一格霸氣 首截連同梁晶外線就攻下十分 而且新洋將李恩經過將近一周的磨合 攻守兩端都逐漸進入狀況 多次上演爆扣卜籃美技 前兩截就繳出十四分十四籃板的優異雙十數據 並帶動球隊籃板球數二十七個搖搖領先對手的十五 半場打完三十三比二十八暫時領先 金九雖然處於落後 控球後衛林韋漢表現卻相當精彩 不但能送出妙傳助攻 這次帶球拔起來 雖然被犯規 卻是硬是砍進circus shot 玉龍這邊不甘示弱 這波快攻李恩積極跟進 眼看隊友出手不盡 立刻衝上前送上 距離萬軍的暴力補扣 攻下全場最高二十五分 金九想要這分 還是要看洋將Kyle Barron 禁區殺進殺出遇血奮戰 前三節打完金九緊咬三分差距 沒想到進入決勝節 金九卻陷入進攻當機 反觀難磨手感持續燃燒 帶球單刀直入殺到禁區上籃取分 上個月的越MVP除了穩定的外線 禁區突破能力更在關鍵時刻展露無遺 全場也攻下二十一分外帶七籃板 接著李恩想要硬池內線 沒想到卻被守在籃下的碰碰 陳冠權重重賞進麻辣火鍋 哇塞 陳冠權一個人挑戰人高馬大的洋將 準備預約今日的五大好球囉 可惜金九攻守兩端的強度無法延續追分後繼無力 最終玉龍還是以六十八比六十賞給金九四連敗 命以十勝失敗重回五成勝率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